网友透过银爵之光的邮箱发来一张图 网友认为他看出了华为的困窘 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12月18日星期二 这里是银爵之光 展现大洋桌的纯美城彻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这位网友透过邮件就向银爵之光 简单介绍了这幅图片的来龙去脉 黑色部分涉及到的是个人信息 大家可以忽略不计 这位网友重点介绍的是蓝色部分 他认为大有玄机 原来两个月之前 他透过纽西兰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叫做Spark 安装了家中的宽带 在安装好调制解调器以后 他就发现在这个WiFi的接入页面 出现了两条信息 一条是Spark加序列号或者是信息号 第二条也是Spark加序列号信息号 但是多出了5G这两个关键的一个5G的显示 所以这位网友就分析 华为提供给Spark的调制解调器 事实上已经做好了未来接入5G其他设备的准备 这位细心的网友还介绍 红色的部分是他的邻居加的使用的宽带设备 一家使用的是Spark 毫无疑问 也是华为的调制解调器 另外一家叫做Vodafone 这是一家澳大利亚的品牌 那么在纽西兰的公司呢 也提供电信运营服务 他使用的也是华为的调制解调器 这位网友就认为 华为纽西兰封公司2005年成立以后 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应该说在纽西兰已经根深燕茂 打下了一片广阔天地 这位网友还认为 纽西兰11月底推出的华为禁令 毫无疑问对华为带来了重大打击 因为显而易见的是 华为的设备各种技术都已经到位 应该说是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甚至呢 与纽西兰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刚才提到的Spark 已经推出了5G建设方案 所以纽西兰政府的禁令 无异于当头一棒 谢谢这位网友的信任和支持 银居之光作为独立的自媒体 当然有自己的观点 那么主要集中在南方声音这一栏目 更多的还是披露事实 揭示真相 所以呢 网友提供的各种线索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那么在获得这位网友的邮件以后 迎接之光就随机走访了一家Spark的门店 就网友提到的一些问题 与Spark的一位工作人员进行了随机的交流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安装好调制解调器以后 在WiFi的接入页面有两个网络可供选择 其中一个网络后面呢有5G这个标志 那事实上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工作人员是这样解释的 关于华为会不会窃取个人或者公司的机密信息 这位工作人员的回答比较含混 一方面他说有可能因为华为提供了硬件的设备 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可能性不大 因为Spark作为运营商会管理网络 那么只是使用华为的硬件设备 所以呢未必会分享到相关信息给到华为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 关于华为可能窃取个人信息有可能是谣言 因为华为是一家非常大的公司 有可能存在别的公司羡慕或者说嫉妒华为的地位 所以呢制造谣言希望取代华为 成为纽西兰电信运营商的合作伙伴 客观的说 华为在技术能力上到底能不能窃取 私密的信息 在主观的行为上 他会不会在某些时刻 替某些政府部门窃取关键的核心信息 应该说呢 目前大家议论纷纷 还没有统一的一个看法 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明白 包括华为最清楚 解铃还需寄铃人 谍影重重背后 他们究竟要向世界做怎样的交代 他们自己最清楚 再次感谢网友的支持 这里是银爵之光 展现大洋洲的纯美成彻 追溯地球尊的中国光影 期待您的评论 感谢您的订阅 欢迎您的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